能免费出国旅游,还享受体检 如果有人说能提供这样的机会,那您一定得小心了 这很有可能是遇上了打着海外医疗幌子的诈骗犯 12月6号,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近期破获的医疗诈骗案 据介绍,近日公安部组织浙江等地公安机关 破获特大海外医疗诈骗案 涉及相关案件2000余起,涉案金额近10亿元 通过美容院寻找高收入 高消费的受害人 再以免费豪华理由与诱骗受害人到海外医院进行体检 虚构体检报告 谎称受害人系患癌高风险人员等 诱骗接受海外治疗 购买昂贵药品 进而实施诈骗 该犯罪团队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人数重过 涉及相关案件2000余起 涉案金额近10亿元人民币 犯罪团伙将优质客户所立为经济条件优越 身体健康 不懂英文 且不从事法律医疗工作的人员 他们不仅设计好剧本 雇佣假医生解读体检报告 不同人员还有角色分工和对应的话术 最终让群众以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价格购买特效药 后期经查这些所谓的特效药其实是价格仅有几百元的番茄红素和花青素 因为有一些人他也迷信认为国外的医疗水平可能会比较好 花高价 你想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钱 去买那个成本只有几百块钱的药来治所谓的病 等着这个犯罪团伙 把他几次带出国去进行所谓的治疗 把他的钱差不多骗光了之后 就给他说治好了 据介绍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避免受害人意识到上当受骗 还会定期请客吃饭进行回访 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骗局 往往自己难以识别 对此警方也提醒大家 不要相信免费午餐 不要轻信海外医疗检测结果 也不要盲目追求海外保险品药品 如果确实患有疾病 一定要征求医生的意见 大家提高警惕 其实主要就从 这个只要是有人跟你提说 免费海外高端旅游 免费体检 然后这个体检还查出 你得了一个什么重病 这个就要高度警惕 就不要相信